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生产法修订的时候 加了这两个东西 对吧 跟我们其他专业有关的 矿山跟我们没关系 尽量有点跟我们其实没关系 微型化品没关系 但是我们微型物品还包括其他的 所以这个跟我们有关系 而我们烟化爆竹 就算是微型物品的一个方面 就要进行安全评价 进行安全评价 后面这是生产法 这是许可证条例 这是法律 法规 就层次下一点的 写了 国家对矿山企业 建筑施工企业 危险化物品 烟化爆竹 民营爆竹物品 这都叫危险物品吗 我们就在这 我们就在这 这都算是我们其他专业的 要实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 企业要一定要取得许可证 才能从事安全生产 讲许可证的时候 就有条件要求 我们要取得许可证 其中一条 讲了一定要进行安全评价 也就是我们其他专业的这几个角度 当然我们其他专业方面多了 但这个角度的 是一定要进行安全评价的 老实认其他角度的 就不进行了吗 也需要进行 待会就还要再讲 起码要进行 我们要一些 讲的新建的 综合条件的 安全条件 或者设施的 这个论证 就做些东西 做些东西 好 接下来 相关的概念 这个就要理解 这个希望大家跟着我理解 理解我好了之后 后面可能出现的问答题 就会写了 这个目前应该没有问答题 我先给你解释 解释了之后 你懂了 后面就好理解了 我再讲一遍 所以先跟我好好听 你别以为这个民事解释 肯定不会考 对吧 好 什么叫安全评价呢 以实现安全为目的 应用安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 辨识分析工程系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 危险有害因素 预测发生事故或产生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提出科学合理 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 得出评价结论 这看起来好笼统 没感觉 但是如果说 我说你应该有感觉呢 我一提醒你就反应过来了 所以呢 我们体系是逐渐在完善 先讲这个 辨识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你会了呀 我第一章就讲了呀 对吧 怎么辨识危险有害因素 从13861-2009 人物环管方面 因素 64-8620类 从职业病角度 或者职业危害角度 分6类 你不都有了吗 这不就辨识分析吗 所以这个你已经会过了 好 针对这个情况 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就叫预测 所以这从两个角度 一个是职业健康 现在单拨出来了吗 一个安全 一个职业健康 职业健康 不于卫健委了 单拨 所以 但是从我们角度 我们还可以 那在一起分析 所以这是在一起的 因为从职业病危害因素 六类吗 就这个角度的 就这一起描述 这没关系 重点在后面 可能性和严重性 这你学过的 前面讲风险 风险度 不就讲过这个吗 风险等于什么 就是可能性和严重性的一个函数 对不对 它能一个综合描述 只是怎么得到的 还没讲 我们 这个 助安师 也没机会讲了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评价式 这不是安全评价吗 我们还有一个评价式 评价式是专门讲的 我们这只是 我只是给大家带过一下 稍微讲一点点 给大家这个体系完整一点 以后在企业里面能用上 或者能知晓 知晓 好 但这个概念你是知道的 怎么得出来 还没教过 没教过 待会就要提了 接下来一个叫 根据预测 预测就有可能 发生概率好大 后果很严重 前面我们这个图 给大家分 讲过 讲的这个风险 这个风险 可能性往上走 严重性往上走 这个地方先采取措施 效果非常明显 我们按据投入 先把这花在这 就我们讲的 事件分轻重缓 你是不是讲过的 好 针对这个风险情况 我们提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对色措施建议 这交过的呀 风险 我们前面讲的危险有害因素 讲出来之后 不就有控制措施吗 这不就是控制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吗 哪个两个角度 技术 管理 交过的 所以你要想起来 好 把这个一讲出来之后 得出相应的结论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一些安全上条件 这里面评价的核心东西 我们有学 一个是危险相应的辨识 一个是对着措施建议 我们都有学 现在就差一个 怎么得出来的 这个风险 没学 所以你应该是有印象的 好 这就叫安全评价 好 然后评价的分类 按照时间这个周期过程 我们有相当于前中后 我们叫预评价 预评价 是不是前 在事情没发生之前 预先吗 没开展之前进行预评价 预评价 然后呢 你做好之后 真的做了吗 我们有个验收评价 好 接下来 有预评价有验收评价之后 就进入正常的生产 使用过程中 正常评价过程中呢 定期再开展评价 就叫现状评价 现状评价 好 这是有分的 好 根据特征不同呢 我们又有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 或者综合评价一起描述 什么叫定性定量评价 这前面也讲过了 定性评价是不是用定性的方法 目前还没讲 先提一下 前面描述 刚才讲的是检查 用检查表 一个东西的表单 这就一种定性评价 定性定量的描述方式 我教过大家的 前面在哪教过呢 起码在这个地方 讲事故隐患 一开始就教了 一般事故隐患 重大事故隐患 这就是定性描述 它没有明确讲这个界限 只讲整改难度大小 是一个相对概念 但是重大危险源呢 是一个定量描述 知道吧 想起来了 它超过大于等于零接量 这不是定量描述吗 这是定量评价 是带上数字的 当时还举的例子 还记得吧 讲这个人的关系 觉得好 什么才叫好 定性描述 好 9.99分的好 立马就 这个形象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叫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 好 这个大家要明白 这个我们这应该不考 介绍你了解 要考在管理里面考选择题 我们这考选择题概率不太大 但是要明白在哪个环节上 万一我们描述一个评价 我们就知道 这是哪个角度的东西 他问 我们曾经就考过 这是什么评价 就问傻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评价 我就知道安全评价不合适 所以这是我们的体系 好 接下来 安全预评价 这也是名词解释 再给我好好一起看 看完之后 后面就有问答题 这个懂了 后面就自然就记住了 所以我们开展的工作 都不是无用功 好 如果记得安全评价 安全预评价 是不是安全评价的一种 所以刚才的概念 其实你会了 我们看看这个跟安全评价 整体的概念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以讲几乎是一样 你看 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 工业园区规划阶段 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实施之前 是不是相关事情没开展 提前开始的才叫育 对吧 好 根据相关的资料 你看核心工作就来了 辨识分析 不管你是项目 还是园区 还是活动 潜在的危险有何因素 刚才安全评价定义 是不是讲这个 一样的 好 确定其与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的符合性 你评价不就是 还是最终按一个标准来吗 这个词是什么 就国家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吗 或者什么叫做好呢 对不对 或者这也是描述性的 好 以这个为参考 我们看看 现场情况 跟我们这个参考的标准 偏差到底有多大 就是预测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是不是刚才的定义是一样 好 根据这个可能性和严重性的大小 我们提出一些核心的 对此措施建议 是不是定义是一样的 这些措施建议多呀 根据重要性 我们要分三六九等 对不对 先采取后采取吗 好 最后做出相应的结论 都是这个结果来 所以跟安全评价的定义 是一样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 好 有点不一样的就是验收评价 因为验收评价是在 预评价的基础上 因为你预评价就看到相关的工作 就讲 要查什么东西 验评价在干什么呢 你做好之后 我看看 你都做了吗 都有吗 你设施上了吧 东西弄了吧 组织机构有吧 对吧 相关制度有吧 措施有吧 就检查一下 所以验收 这讲的是验收 是以检查为核心的 所以我们看看 所以描述方有点不一样 没关系 所以在进攻后 刚才不是这样 开展之前吗 这是做好了 运行之前 通过检查的方式 对设施和主体工程 什么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算是用 不是三同时吗 我们前面提的 看看相关的什么设施 设备装置 真的有用吗 三同时同时了吗 检查一下 检查你的管理的措施到位了吗 你不是前面又开展相关的措施吗 制定的规章制度健全了吗 应急预案都有吧 相应的法律法规 这些东西 确定是吻合的吧 确定都吻合吧 根据前面的一些要求 现在去查 都吻合 好了 就符合呗 所以这是属于以检查为核心的 考试呢 只要考前面和后面 但平常用的最多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 安全的现状评价 安全现状评价 因为大部分情况就是正常 正在生产的 定期的这个安全现状评价呀 所以是针对生产经营活动 工业园区的事故风险 安全管理的情况 就是我们日常的情况 开始辨识分析 危险有害因素 一样跟刚才讲的 安全评价定义 对吧 然后审查确定 它跟我们的国家的 法令法规的标准 是不是有什么偏差 到底差在哪 预测发生事故 和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根据这个情况呢 提出科学有效的 对这措施建议 得出相应的结果 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是不是完全一样 只是在不同阶段开展那个工作而已 是一样的 好 经过我刚才这几轮的阐述 你应该有概念了 应该有概念了 接下来就是可以考的地方了 考就考问答题 你就要会了 好 安全评价的程序和内容 这就可以考问答题 程序呢 1234567 如果考内容呢 123456 因为程序最后得知结论之后 还要编制报告 这个不能算是内容 算是程序的一个缓解 对吧 好 接下来这七条 正好得六分 内容也是六项得六分 怎么写 如果刚才名词概念已经懂了 接下来这个内容做什么 就很好理解 就是按这个来的 老师怎么来的 刚才我就记得两个三个 辨识危险有害因素 然后提措施得结论 中间还有个预测 危险性和严重性的 其实有那个 这个就出来了 你看 我们先框架先明白 第一个刚才记得 是不是辨识分析 危险有害因素 然后接下来讲了 针对这个可能性和严重性 是不是要提措施建议 弄完之后 是不是得结论 好 首先 跟进前面的名词解释 这三分肯定有了 总共是六分 你已经得了三分了 对吧 加上还有一条 预测发生事故 或者职业危害的 可能性和严重性 我们在那边写 其实是有描述 只是拆开了写 你怎么预测 所以就这一点 还没教到大家 就这个 这是评价的内核 目前还没教 马上待会要教一点点 你不是从 它可能性是多少 随便讲的 对不对 然后它严重性是大 小 不是随便讲的 是要通过分析 具体的分析过程的 这就体现了我们定性定量的东西了 所以通过定性定量评价得出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 发生的可能性和最后严重后果 怎么评价呢 用一种方法去评价 好 用方法之前呢 我们是一个大的系统 大的对象 要化成一块一块来评价 打个比方吧 你就懂了 如果你家装修 你家刚建好的 常规的 假如130平方的房子 你家有客厅 有厨房 有卧室 有阳台 这些功能 对吧 你不同的地方装修是不是不一样 假如你卧室装修风格 可能跟你家的客厅装修不一样 你家的厨房 跟你家的卫生间装的肯定不一样 卫生间防水一定要做好 对不对 厨房的话 你要注意油烟的一些影响 还有视觉方面的东西 卧室呢 至于健康舒适的情况 客厅呢 所以厂量的问题 对吧 它装修应该有不同风格 是不是一块一块来的 不是130平方 都一样弄 对不对 一块一块来 我们这评价呢 也是一样 整个系统有不同的生产环节 我们一块一块一块来 这一块我们 不是叫一块一块来 我们有专业名词 就在这 划分评价单元 一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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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怎么画呢 常用的 假如按我们的工业 这个流程 这个工艺 这个模块 这个工艺 对吧 一块一块来 然后再有辅助模块 按工艺的流程 这个模块来 这叫画单元 画的单元 针对不同单元 选择评价方法 现在就查评价方法 没教你了 选择评价方法 通过不同的评价方法 有定性定量的评价方法 得出可能性和严重性 然后就提错事 所以是不是这两个 就是前面那句话 就前面那句话 叫什么 叫预测事故 或职业危害的 可能性和严重性 就那句话 就这东西 把那句话 拆成两点写 所以画单元 然后根据单元 选择合理的评价方法 然后进行定性定量评价 得出可能性和严重性 是不是 其实就预测那个话了 希望这样讲 你就懂了 注意 也举了例子了 对吧 你懂了就记住了 就不要死精英倍了 好 我们不是还差一条吗 这不还有一条吗 这是什么东西 你想一下就明白了 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 就我们平常讲的 叫做点功课吧 对不对 假如你去 电视剧旅游 你也做个攻略吗 你不是做 收集点资料 回头去效率就很低 对不对 假如我们去吃个饭 晚上跟谁吃饭 叫什么单位的 了解一下 做点功课 假如跟谁吃饭 了解他情况 你到时候还好讲 是不是做点功课 做点准备工作 所以第一个 就是前期的准备 准备什么呢 收集资料 同时来讲 收集什么资料 假如我们评价是找机构来做 假如你们单位 我是机构的 找我来做 我光会评价方法有用吗 我针对你的情况才用呢 所以你们单位情况 我们是要收集 好 你们单位收集之后 要符合 我是不是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啊 是不是法律法规 我要 这是你们单位的法律法规 这个行业的 我要收集起来 照着评价跟这个来比较 是不是都吻合它 对不对 相关东西是按这个要求来了吗 所以你们单位情况我要收集 相关的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 我要收集 是不是 还有你们单位以前的情况 像同行业 其他企业的情况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收集 就可以开展工作了 或者 明确评价对象和范围 收集 明确评价对象 是不是把你单位收集一下 收集法律法规标准 是不是收集 然后相关的案例 你们单位的一些常用的情况 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故 跟你们是同行业相关的兄弟单位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我都收集收集 容易发生什么事故 重点分析 根据有可操造性 对吧 是先收集资料 才好进行辨识分析 对不对 这就大概就明白了 好 这是 这一个 所以这六条就出来了 所以再给你梳理一下 先辨识分析 这按这个定义里面 然后预设里面分成两条 画单元 就跟家里装修一样 画单元 一块一块来 选择评价方法 进行定量评价 评价出来就是有结果了 然后就提出建议措施 得出结论 这就写了五条了 前面还有一个 先前期准备收集资料 六条分就有了 考后面再写报告 编报告编织对吧 好 这就行了 根据评价的结果 提出 注意一下 你看 现在你看 越看越开心 就证明你会了 提出消除减弱危险 有害因素的技术和管理措施 你看到这个不兴奋 证明你前面就没学好 我全会 你要有这个感觉 什么叫 前面讲 危险有害因素控制的话 教我你技术措施管理措施这两个方面 是不是这两个方面 就说怎么写 消除减弱和各法 是不是消除减弱 各法我们单拎了一下 这样写东西好写一点 减弱里面有一个警示 专门提醒你考试 写上去就是分 肯定用得上 是不是这个理念来的 你会呀 只是在这 在这个环节上这样用 以前你知道 知道有这个能力 不知道怎么去发挥 对吧 现在我教你 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用的 就好了 好 这就明白了 好 得到这样跟这个结果 找出重点防范的 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有严重性 和可能性 得到轻重缓击来 要重点防范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实施 编制报告 好 这是讲程序 或者叫流程 或者叫内容 你一定会了 可以考问哪一题 好 接下来一个呢 安全评价 这不是这样编织报告吗 报告的内容 那最后要形成报告吗 报告内容不用前面做的吗 就是的 老师下面看不是啊 所以这给你阐述一下嘛 我们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 肯定是一样的 只是写的方式不变了 报告是不是把你做的东西 全写进去 所以肯定要有嘛 危险一块 因素辨识分析 是不是你写的 所以写进去啊 单元划分 刚才评价是不是要做的 评价方法的选择 得出评价结果吗 进行定量评价吗 是不是做的 得出来之后 是不是要提错误师建议 然后给出评价结论 是不是你刚才做的 所以哪一条都不缺啊 对不对 这起码得了五分 六分起码得五分也很好了 所以即使考评价报告的内容 也一样 考评价内容也一样 考评价的程序也一样 都是以刚才那个定义 为核心展开的 所以只要你理解了 外面不理其中 你再梳理一下 讲到程序和内容的时候 首先还有个前期准备写一下 写到报告的时候呢 就把前期准备的 拆解一下就好了 其他都一样了 前期我们讲前期准备 收集的是收集什么 是不是收集企业的基本情况 收集跟他的相应该要符合的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就在这 评价依据 就是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靠 评价依据依据他的来呀 这叫依据 就是你收集的东西吧 然后企业情况我要收集啊 否则怎么开展工作呢 是不是概况 相当于 这不就有了吗 还差一个 目的 你把这两个写上 把后面写上 六分也有了 后面五个 这两个 七个 对吧 这个就八个了 更完美了 好 写报的时候肯定 首先都有评价目的 评价目的是宽泛性的 但是有个核心内容肯定要讲 你不管做什么 最终都是要 降低事故风险 降低发生事故 或者直接危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再怎么讲 核心点是离不开的 现在可以相关的一些描述 所以评价报告的内容也一样 对吧 但是注意一下 具体写的时候 有阐述方式 呈现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对吧 好 接下来就是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因高度概括评价的结果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 给出评价对象 和在评价时 与国家相关法律法律的 这个符合性 这就叫依据吗 看他是不是吻合吗 好 如果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就给出这个条件 同志给出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 预测性结果 以及采取措施后的安全状态 因为我们要给他提建议 提措施 好 采取这措施之后呢 就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了 就可以开展生产了 所以 好 他们做完之后 就可以生产了 对不对 但是做完之后就真的生产了吗 还在进行相应的一些验收啊 或者一些审查呀 对不对 油管部门 这不就对应了吗 这也是个伦理呀 前面讲过的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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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